双面胶的厚度是0.38个毫米 然后的话就是有些客户他也会用那个 用那个叫什么0.0.5毫米的双面胶 有些客户他是用0.5毫米的双面胶 所以就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管用0.5的双面胶 还是用什么1.14的板 这个都是提前就是下了订单之后 然后马再马上就去跟客户沟通啊 到了我们版国的指径可以去跟着他去做 然后这个是双面胶啊 双面胶就这样先贴在这个板骨上面啊 要贴一串啊 要贴一串 要贴一串 不是也有吗 只是有那个显示屏啊 对就是因为有显示屏 因为眼睛那个是用换大镜 换大镜第一个看不准 因为他这个上面也十字线 那这里也有一个十字线 对吧 那我们刚开始就把十字线默认对着这个缝这里 默认对这个缝这里 你说我们现在就把它移过来 把这个十字线在这里 把这个十字线在这里 把这个十字线 把这个十字线对准 这个像这边的十字线 就是这边的 这个低一点嘛 哎 你放上去往下拉一点点嘛 对不对 把它 拿多了 它主要是就是多了一个放大的 跟那个显示屏 能让你看到 你看到这边就这次也起了 啊 起了那就可以把它贴好了 我再看一下这个身边 如果说如果不起的话 你就用手拉一下啊 这个也差不多起了 看 你看 你看 它们贴得很整齐 很整齐的吗 对 嗯 贴完的话 因为你会防止这个 基本上就是这样贴完 贴完的话 如果你觉得要防止这个 就防止用那个电线夹带 这个不也很手工的 对 这个也是手工 就是多了一个 但是这个确实 看得很清晰啊 贴得准一点 对啊 你那个是 因为那个手动的贴板机 靠放大镜 你怎么贴得准 我反正是贴不准 这种的话 我这些马帖端 就拿到机器上面 随便怎么印 都是都是整齐的 你看我们每次 每次印出来的 六个手机线 全部都是齐的 你看还有一种贴板机 嗯 一下就是一个板 就这么一下就贴完了 你四张板的话 四张板 你如果用那个手动贴板机 这起码要贴一个小时以上 这种的话 四张板的话 加起来都不要 都不要三十分钟 这样就结束了 嗯 嗯 嗯